賽車街的殿堂有分許多等級 從最低階的白帶 橘帶 紅帶 金帶 黑帶 到最後的巔峰 藍帶 這是圍繞在一位摩托手一生的故事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池太裸露了 感覺有點幸福氣躁的 我要開始修身陽性了 再次一位摩托手 媽 想抄我 每次一個白帶想追上藍帶選手 人都沒有 我勒 對面有卡車 來不及了 我勒 番茄都變這樣了怎麼辦 我勒帶營養 還剩多久他們就要出餐了 完了來不及了 我勒 蛋營養 好啦不要再說了 快走來不及了 你看這個衝撞 這個甩尾 一生只能做那麼一次 有沒有帥呀哈哈哈哈 看看地牌 雖然是藍帶 但他脾氣這麼差 一看就知道是缺少切紅素的原因 哎呀 番茄都打翻了 這樣司機手上的雞蛋怎麼辦呢 算了 把他地上的番茄撿起來炒一炒 他們應該不會發現 呵呵 哎呀時間來不及了 等等吃到要怎麼跟第三組 和梅琳姐姐交代了 第三組藍帶豬排 加番茄炒蛋等你來吃喔